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就是 DJI 和仙力競技競技競技公司 在白英旗的專業學短期有一個活動 他們找了我來看看 當然就帶大家回合這條影片 跟大家看看有什麼東西要看 其實這些大型活動 足足都五年沒有搞過 這次活動幸好有 DJI 聯合 OTG 還有仙力競技競技競技公司 助手會及頂級專業學校的場地才可以成事 疫情之後 最近要多教一些活動給大家 跟大家回顧一下 之前也有幫 DJI 做一些講座 好像在歷程前的年紀九年 試過為了 M21 一個深圳一節 有一個漢拍的分享會 分享熱界當時如何看法立法 另外在第二年 已經到了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比較好 跟天祥 和 OTG DJI 有一個新 Gimbal 的試玩分享會 亦是因為疫情所限 人數限制了 到了第二年九月 也有的 就是 Nikon DJI 和 SportWake 的試玩會 分享我的配件 或者 Gimbal 的分享 疫情來說 令到一些活動不可以攪得太大 也有很多限制 所以現在有這些活動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對於一些對器材有興趣的同業 又或者是一些街外的朋友想對這些器材有興趣 或者是這行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來看看 但當然 活動已經過去了 所以這條影片就帶大家來看看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例如 ECO4 的冷氣 大家都知道有出電池 亦有出冷氣 另外 他們這次也拿了很多不同的器材 給大家試玩 給大家玩 所以如果再有這些活動的話 大家記得要參加 因為這些器材未必是個個都可以經常見到 眼前這個裝在Volunt2的機器 就是這套過百萬的器材 就是一套AWI的Alexa Mini LF 亦有AWI的Secture Lens 35mm T1.8 另外這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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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另外是旁拍機 FPV 也有放出來的 另外重點是有一樣東西 Rollin 4D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Rollin 4D 改變了業界的使用習慣 是一個頗厲害的機器 這次幾位高層也有來到香港 專門講解他們的器材 另外有很多電影業的前輩 也有出席 很多電影朋友也有來看看不同的器材 也有興趣試試它們 有時科技一邊變一邊深 很多新的器材、新的技術、新的東西 我們需要去學習、了解 令到我們的創作更加不同 最少不是比以前的框框框死自己 所以說一定要怎樣拍攝 怎樣拍攝才是正確的 在新科技的情況下 也沒有絕對的 另外有羅總的分享 亦有講解Vollin 4D的新技術 令到我們更加了解這部機器 例如有些東西 其實平時都很少有人會說 就算你上去Youtube 也不會有它說得那麼清楚 例如是什麼呢 就好像他們有提到Vollin 4D 最重要的是 他們因為知道 我們平時拍攝 例如有很多LATIVE ISO 另外不同的ISO 會有不同的影響 其實電影業界用EI也是一樣的 在不同的EI情況下 其實它出來的DARANGER 其實都會有不同 但我以前用RX或RAC 你會看不同的EI分佈 你要知道是光是多少級 但DARANGER的設計是特別的 它專門調節到每一個EI 大約都是上七下七 令到攝影師不用死幾個硬背 去背那個表 或者上網看 另外就是它有特別提到 DARANGER的DARANGER 特別是容易匹配RAWi的機型 為什麼呢? 因為它認為ARRI 既然是一個業界標準 業界標準是喜歡這個顏色 它會跟著這個顏色 會讓大家容易接受 因為大家都對ARRI的顏色 都是一個標準 覺得它是一個漂亮的標準 所以你越接近ARRI的顏色 其實業界越容易接受 在分享會上 他們也有去嘗試一些新的功能 以前可能需要攝影師跟得很貼 去做一個追蹤人物的構圖 但因為現在的新科技 令到它可以自動幫你追蹤那個構圖 令到攝影師更容易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 而不用顧及太多的其他東西 除了Warning 4D之外 還有提及Inspire 3 作為Inspire 1的用戶 我對Inspire 3是很有興趣的 但當然Inspire 1用了一段時間 之後已經轉為Phantom和Mavic系列 所以Inspire 3 在現在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最高規格的行拍 其實一共有三位DJI PRO的嘉賓 做分享 但時間所限 因為我要早點離開 所以沒有看完三位的講解 所以也有點可惜 但我相信有去到的朋友 又或者是電影前輩 各位去到的嘉賓 應該都會玩得很開心 又得著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有什麼事有什麼想我玩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一起去談 一起去說 我們今天就說了遊戲師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你見面的 閒時 … 我們下次見 我是下次見 哪個 你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